阿信屋星要做日式便利店 這裡很多人都光顧過 但他們現在不止零食 日本日式便宜了 我們來貨價也便宜了 所以很多貨品入了很多品種 相對便宜了 連日式日用品 好像牙膏洗頭水這些都混合了 請日本人做採購 擺明要做日式便利店 現在你看後面 新增了些西洋水 日式便利店 今天才新增 你會否有興趣試一下 都會 試一下 因為它的食物品質這麼好 應該這些都可以吧 今個月底 會有30間分店 有得買這些日式日用品 可以殺出新血路 多得日元快跌到八算 日股便受惠 性不停 香港MPF一月表現好 日股基金年初到二月頭 升了半成 市場當然是固定日股 究竟MPF轉馬 對日股基金好不好 我自己看 強積金便無謂了 但你說自己零售基金 你想有些短線點的操作 是可以的 是因為日股MPF 對方港元 要虧匯率 拖累回報 專家都提醒你 不要隨便轉 後市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的 穩陣點 安心點 反而日元點 可以後下入貨的概念股 到這裡 可以交給大家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